长达10天的农历春节廉价 花莲涌入了不少观光客和返乡人潮 而在花莲市产生的垃圾量和去年相比 有源头减量的趋势 明显可以看到资源回收量成长 也显见花莲市公所宣导垃圾分类 及执行破贷机查作业有成效了 市长卫家院感谢清洁队员辛劳 也感谢花莲市的乡亲支持 期盼大家继续努力来落实垃圾分类的环保政策 花莲市长卫家院日前到清洁队 关心资源回收处理情形 由队长吴庆展说明了国家清洁周 到农历春节期间垃圾清运还有分类状况 今年的过年我们垃圾量 还是跟往年一样非常非常的多 总量加起来将近有1000公吨 就是900多公吨 那在垃圾量的部分有700公吨左右 那资源回收的量左右 大概有235公吨左右 那我们当然我们还有收大宗的废弃物 那大宗废弃物的部分大概184点多公吨 像今年我们在收运垃圾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有些民众会将资源回收物 放在垃圾堆里面 我觉得这样子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那基本上我们整体来看的话 今年比去年比前年都还要好 民众的守法程度也比以往有很大的成长 只是说还是需要再多多加油 那垃圾的量来讲的话 我们的垃圾量的部分我们的确是有下降 垃圾车要到达之前 我们就进行先做破贷的一个机查 这也是我们能够将垃圾量能够降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因 市长魏佳燕感谢清洁队员致力做好环境清净工作 他也呼吁乡亲要能够落实垃圾分类 除雨的水更要磊干 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 在年节期间非常的辛劳 那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垃圾量跟我们的回收量 真的非常的多 年节过后他们开始在分类在破贷 那也要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说 不管是你要丢垃圾 那也要做好分类 那也要跟我们市民说 我们垃圾尽量要把垃圾跟厨余分开 那也要把厨余的汁水都要瀝干 那以免造成我们清洁队员的工作量 可能会造成他们的负担 那再一次的后 那嘉宴要特别感谢我们市民 因为我们知道后 近年来的垃圾的量 有幅度的下降 那也回收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也要再次跟市民说 我们持续的在努力做的越来越好 那在这边也要代表清洁队 谢谢我们市民给我们清洁队的鼓励 谢谢大家 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今年过年垃圾量还是非常多 也发现了民众把回收物丢在垃圾里的情形 不过状况比往年明显减少 可以看到民众有守法的成效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好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共同来维护美好的清洁家园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